孙总归 找你点 我的车刚好坏在你门口 赶紧进来逛逛 要不我找人帮着修一下吧 不用不用 有人正在修 你在忙什么呢 盘上个月的货呢 赶紧给少东西泡茶 这皮件 这是一件皮袄 行 您看看 这个挺精致的 这个啊 这个是从西域过来的 西域 不错 来 少东去 请 来 少东去 请 这个宴台 这个宴台不错啊 少东姐好眼光啊 这档了多少钱 一百二十两 死档还活档 死档 少东姐要是喜欢这个宴台 就拿走呗 不 我随便再看一看 少爷 我们车修好了 那行 小展规 打扰了 您再喝口茶吧 下回 下回吧 慢走 走吧 请不吝点赞 月如 小姐 我们出去走走吧 小姐 你想去哪儿啊 小姐 老爷可说了 不准你再去冬月 我上街散散心 总可以吧 好 正好 小姐 大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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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老刘 吴少爷 今天可不巧 起锅晚了 那你还等吗 等 还是要快拉呢 又大又甜 好 你尝等啊 吴平哥哥 终于追上你了 有没 我有话想跟你说 什么话 自从那天分开以后 我想了很久 其实我们 不是没有机会 再续前缘的 这不可能的 不会不可能 只要你修气再去 什么 吴婶她跟我说过了 吴婶也有这个意思 我娘 吴婶说 那个人不守规矩 弄得冬月儿鸡犬不宁 吴说吴婶气得够呛 早就有修她的意思 而且 只有这样做 我们才可以在一起啊 你说的 你说的这什么话呢 什么什么话呀 永梅 周莹是我的妻子 不仅现在事 生生世世都是 绝不更改 那我呢 那我呢 永梅 以前的事 都归以前 从今往后 你我之间只有兄妹之情 而作为哥哥 我也祝你早日 你也得家许 吴少爷 你的经稿好了 好 来 吴少爷 今天等久了 算我请重 不不不不 哎 你太客气了 吴婶哥哥 我得趁热 把筋都带回去 告辞 他每天都来买金糕 是啊 说是买给他媳妇的 哎 吴少爷对他媳妇 可真好啊 哎 哎 爹 孙掌柜 近近处处东院 小四家庭 多数都见过 我在学徒房中 找了一位 与他素不相识 却可靠的学徒 这个 是那个学徒 带回来的 账目上是一百二十两档银 实际支付二十两 多的一百两 到哪儿去了 如果活档 档银倒是十打十 但每个月的利息 账目上是六里 但实收却是一分 多的四里 不知不觉消失了 这就是三元典当行 利润菲薄的原因 那依你看 接下来该怎么办 查账收回来我们自己经营 谁来掌管 爹 冬月现在最缺的就是人手 几个掌柜 还见那几个商行 实在调不出人手 来主持殿当行 爹 其实 我有个人选 就看您 就看您敢不敢用 谁 周盈 他 开什么玩笑 他怎么洗 你还记得前几日我建议 梵鼎儿从五万 减到一万两千两吗 我已经叫老杨招手推进了 那可是 周盈他出的主意啊 他 这丫头整天胡作非为 他有这样的脑筋 天 你想想 如果周盈是个男子 他的言行 也不算胡作非为 他之所以会被非议 仅仅因为他是个女子 女人 就该做女人该做的事 不能随意越轨 对啊 那有哪一些是男人该做的事 哪一些是女人该做的事呢 这后院的事就是女人该做的事 可当今 曹刚独断的太后 却是个女子 爹 周盈天分极高 如果将她如寻常的女子 居在后院 那就太可惜了 你刚才不是说 冬月最缺的就是人手 而冬月要想发扬光大 就得布居一个匠人才 那布居一个也包含布居男女 让一个女子来当掌柜 在我们吴家还没这个先例 可我们吴家起家时 靠的都是许多 没有先例的事情 爹 不如你先让周盈 去参加六船厅晨会 让她多听多看多学习 而你呢 可以在旁慢慢地去考察 要是觉得她德才兼备 就叫一两个生意给她打理 要是觉得她不甘造就 就让她回后院 帮娘打理家务 这 这也不冤枉她啊 这 这也不冤枉她 好 这也不冤枉她 这是什么事 我都冤枉她 我都冤枉她 我冤枉她 我冤枉她 她说我冤枉她 我冤枉她 我冤枉她 你也没有冤枉她 她也不冤枉她